强嫩毛新闻,触及你灵魂 今天这期节目,咱们回顾一点看似有趣,非常能引起大家共鸣,但是仔细想想又很可悲的现象,就是带领大家盘点一下你小的时候,你的父母或者老师一定跟你说过的那些话,这些话在我看来就像是毒瘤,从小就种在了每一个强国孩子的心里。 而更可怕的是,这些话的传播和持久力惊人,从我们海外老反贼小时候的一代开始算起,一直到当下中国墙内的孩子们可能依然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。 今天这期节目中,如果我们提到的哪句话你小时候也这样被教育过,如果你还在墙内并且也有了下一代,那么你要警惕了,你的下一代或许也和你当年一样,要经历这种被童话被驯化的一万点暴击。 这些话语总结起来,就是在不停地打击你,让你没有自信,让你不要跳出来做出头鸟。 从你小时候就没办法追求公平正义,你必须要适应这个社会,必须接受现实,必须接受不公平。 比如,你一定听过这句话,为什么救你特殊?别人怎么都没事?是不是已经很有画面感了? 当你觉得大家都在做一件事不对的时候,如果你提出质疑,通常家长和老师会这么反驳你,因为面对不公平,大家都接受了,你不接受,你就是异类不正常。 再比如,你一定还听过有人这样劝架,算了算了,大家都是同学,都是缘分,别吵了,各退一步,海阔天空。 这种思维方式,培养了强国人不惹事的思想。 比如,你跟一个同学起了争执,甚至大打出手,老师通常不会在乎谁对谁错,而是让你们赶紧稀释宁人,别惹事生非。 让你从小就接受一个现状,真相不重要,公平不重要,大事化小,最重要。 再举一个例子,你小时候去告状,一定还听过这句话,他怎么不打别人?他为什么就打你? 肯定你有问题。这句话已经表明,当你被人欺负了,你希望在老师或者家长那里找到公平公正的结果,他们通常会为了稀释宁人,而把责任的一部分推到你身上,你必须接受一个现实社会的仲裁机关,本质也是维稳的一部分,并不是为你伸张正义的地方。 还有这么一句话,现在回想起来都让人气愤,你一定听老师对你说过,他让你干你就干,他让你吃屎。 你怎么不去吃屎,他让你跳楼,你跳吗?当你被一个同学教唆,煽动,误导,犯了错误,你把事情的原委告诉老师。 老师通常会说这句话,本质还是因为正义公平并不重要,维护班级的组织纪律,不影响学习成绩,不影响他们的教师评分和业绩才是最重要。 这也是最近几年,地方政府不管任何社会危机和不公平,为了GDP,为了业绩,不惜一切代价,甚至制造无数的癌症村,艾滋村也在所不辞。 当然,如果在中国墙内,你有一个代引号的明辨是非的家长,那么你一定听你的父母跟老师这样说过,老师,这个孩子交给你了,你就严厉管教,你动手打他也没问题。 随便打,打坏了算我们的。 这通常是某些混蛋家长的言论,他们自己不会教育孩子,想把责任推给老师,但又并没有给予老师该有的利益,却不负责任地赋予他人暴力权和虐待权,是非不分,愚昧无耻。 在中国墙内,如果你原生家庭条件一般,你也一定听过父母对你说的这么一句话,你好好学习,考上清华北大,我就是砸锅卖铁,也要供你。 面对这种说法,当年的你是不是感动得不行,可是现在回头想来,一万个人都不见得有一个人能考上去的清华北大,别人一年砸一百万补课费都进不去,你砸一口破锅,我就进去了。 你那锅是香钻的吗?这种砸锅卖铁的家长,经常还会跟孩子说这么一句话,你是妈妈的希望,你一定要努力学习,将来考上大学,做人上人,给妈妈争光,别让妈妈在外面被瞧不起。 这种说法也是够奇葩,做人上人才能给你争光。这是什么狗屁人生观?我做个善良的人,诚实的人,帮助他人的人,正直的人,有责任心的人,都不行,必须要做人上人。 再说,你在外面被人瞧不起,是因为我没做人上人吗?那不是你自己失败吗?你的失败凭什么要我去帮你争面子?就因为我小时候喝了你的奶。 还有一些老师,经常喜欢用举例子的方式教育学生,他们经常说,人家克林顿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已经是个优等生了,你还成天不好好学习。 当时的我们年幼无知,静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,如果现在要是再有人这么跟我说话,我一定跟他讲,人家克林顿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已经当总统了。 你却还在这里教育我这么一个学诈,你不觉得自己很失败吗? 其实这种强国论调和教育孩子的名言警句,不胜美举,随便一抓一箩,比如当你勇于承认错误,并告诉老师还有其他同学也做了一样不好的事实,老师通常会说,他们要是真的干了,他们为什么不主动承认,就你承认了,你自己心里没鬼,你会承认吗? 再比如,你的家长在你青春期的时候,一定跟你说过这句话,青春期有叛逆心理,有这种行为很正常,但是你别以为你背后做什么我不知道,你那点小九九能瞒得了我。 如果你小时候顶撞老师,对教育制度不满意,你的家长很可能会跟你说,屋里斗顶撞老师算什么本事,你要真牛,等你做到教育部长再去改变这个体制,只要你一天做不到,在这个环境里,是龙你给我盘着,是虎你给我握着。 这或许就是强国人逆来顺受,要学会适应环境的根源吧。 还有更有趣的,比如强国家长跟你提到学习的时候,他们会说,你怎么不跟那学习好的比,就跟那学习差的比。 当他跟你提到家庭条件的时候,标准又变了,供你吃穿上学就不错了,还不知足,你看还有吃不起饭上不起学的呢? 咱们笔上不足,笔下有余,你不能总跟人家条件好的比。这是同一个家长说出来的话吗?这不妥妥的大型双标现场吗?再比如,他们经常说,我这样都是为了你好,合着是我喜欢自残喽,我就想让自己不好了是不是? 你这么想为了我好,我也没见你把自己整得多好,鬼才信你能把我整好。 他们还会说,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,我活了这么久了,懂得比你多,应该听我的。要是活得久,就有发言权的话。我觉得我凡是问问乌龟,网吧都比你靠谱。 好了,篇幅的关系,我们举例就先到此为止吧。 如果你有什么小时候让你记忆犹新的这种话,可以给我们留言,大家共同探讨。 欢迎订阅本频道,开启小铃铛,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。